多谢前辈提点 陆臣恭恭敬敬的诗上一缕 这一缕不是因为老人的修为 而是他那种对后辈极为看重的言辞 陆臣说完 老人也不再说话 陆臣则是割破指尖 滴出一滴血与通心欲减认主 正当这时 殿外一人走了进来 正是天剑宗唐军 看到袁丰烈 唐军迎了过去 袁雄 袁丰烈正看着陆臣满心疑惑 听到好友的声音赶忙转过头来 唐雄啊 小弟来晚了 两人见面很是热情 看来是好友 唐军先一步到来 并没有进入方军塔 而是在等袁丰烈 可正当他走向袁丰烈的时候 忽然看到转过身来的陆臣 脉动到一半的大步 硬生生的停了下来 陆臣 唐军长得人高马大 嗓子似老牛一般粗壮 这一声吼出来 顿时让店内所有人差异的抬起了头 纷纷朝着他看去 陆臣闻声 抬头一看 不是唐军还是谁 是你 唐军见状 心如惊涛 骤然翻起巨浪 心道 妈的 真是冤家路窄 他怎么也来了 虽然是这么想 唐军却没敢表现出来 悄然间 一滴冷汗 顺着额头滑下的同时 唐军快走两步 用着晚辈见到长辈的礼节 深深一公道 唐军见过道友 别人兴许不会觉得有什么 可袁丰烈却是无比震惊 他可知道 唐军在天剑门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那可是掌门天剑阁主最疼爱的弟子 三百年的时间就达到了分神初期大圆满 外仙玉除了武宗几个变态的天才之外 没有人能比得上他 连自己也不行 然而 就是这么一个人 见到陆臣 像是见到了自己的师长 哎 这是怎么回事 正寻思着 只听陆臣说道 哎呀 唐兄太客气了 不必多礼 不必多礼 奇境老人既然放过了唐军等人 就代表着一切恩怨一笑勾销 陆臣并不怪他们 赶忙回礼 见陆臣说着就要弯腰 唐兄下了一跳 按道 祖宗啊 我可当不起你的大礼 想着唐军赶紧过去一栏 拖住陆臣 慌张到 不敢当 不敢当 这时候 周围来往的人群 发现了异样 心里就不明白了 哎 怎么一个分神期的高手 见到出窍期 这么卑微呢 难道 这人背景很强大 袁丰烈也是有这个想法 看着两人 你一言我一语 聊了两句 唐军始终保持着谦卑的态度 袁丰烈就愈加感到惊奇 聊了一会儿 陆臣离开 袁丰烈凑了过来 疑惑道 哎 唐兄 此人是何来历 怎得连你对他也要如此功将 唐军凝望着陆臣的背影 长出了口气 突然神情变得凝重起来 来到 袁兄啊 此人可不简单 他的来历 我现在无法告诉你 不过你要记住 此人不能得罪 他比九善 六言 黑灵 鬼童他们还要难缠 什么 袁丰烈文言顿时惊得何不拢嘴 唐军所提到的四个人物 袁丰烈再清楚不过 这个只有出窍出气的小子 比他们还难缠 说着无心 听者有意 唐军 袁丰烈 包括走到门口的陆臣都不知道 两人的对话 一字不落的被那出受通心欲减的老人 听在了耳中 老人耳垂一动 微眯的小眼睛 陆丰烈的老大 两团寒光直直的落在陆臣的后背上 陆臣刚走到门口 突然感受到一股诡异的压力袭来 脚步一顿 回过头 正好与老人的视线相撞 没有过分激烈的火花 仅仅是对视 老人马上流露惊异的神色 好可怕的眼神 死人不简单 正当这时 店外突然响起一声震天的轰鸣 打断了店内所有人的思绪 陆臣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只是看到那老人的目光再次一变 从桌案后面绕了出来 急匆匆的走向店外 不仅是他 另外一桌后的魔族少女 红蓝相间的发丝轻轻抖动 在体表浮现出一股惊人的寒气 同样从桌案上绕出 在几名修士的簇拥之下 一并冲向店外 下一刻 吵权喳烧闹的声音从店外如潮水般的传了进来 快去看看 九 Senhor公子从里面出来了 哎呀第一层啊 十倍重力只用了五十年 看来方军塔的历史要改写了 呼啦一声 殿内十数人一窝蜂的杀出殿内 包括陆尘 人潮如海的方君塔 黑云滚滚雷声轰鸣 继一道晴天霹雳响彻天地之后 万众修士纷纷从四面八方涌向方君塔的四周 从殿内出来 陆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跟着人流赶往方君塔 到了方君塔外围 足有上万的人海将方君塔紧紧围拢 方君塔有两扇大门 东侧为第一层入口 同至大门金光冲天 西侧则是第二层入口 同样是同至的大门 门口处却缭绕着黑金色的光芒 此时 人流基本上都聚集在东侧第一层入口的附近 门口处 一名手摇法宝折扇的绿发少年 一脸得意地站在门口的地方 备受万千羡慕的目光注视 此少年面如惯欲 眉如松柳 发色如壁 眸如灿星 被上万修士围观 丝毫不显的窃场 相反 还露出高人意等的得意神情 他手中的折扇 薄如蝉意 色泽发紫 通透似欲 扇柄的位置 则是有着孔雀灵的标志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唐军口中赞誉有家的妖宗一脉 近五百年来第一天才 妖雀 九善 这个雀 是孔雀的雀 隶属神兽一族 哇 是九善公子 好气派 好强大的实力 看到没有 这才是天才 仅仅五十年 分神中期大圆满了 五十年前 他才刚刚踏入分神中期 有种第一天才的名头 当之无愧呀 我要是有九善公子的本领 美女仙子 还不勾勾手指就来 拉倒吧 你也不看看那是谁 你有九善的身份和地位吗 人家天天灵丹妙药供着 不突破都不行 这才五十年 只要他通过第二层 肯定是合体骑高手了 九善公子 找道理就要找这样的呀 周围的气氛 显得有些超乎想象的热烈 激烈的讨论声 打九善出来之后 就从来没有停下过 更不能排除一群花痴女修士 纷乱迷人的目光 汇聚成的强大杀伤力 让许许多多 既献又度的青年俊才 为之动容 五十年 陆臣多看了九善两眼 琢磨道 很快呀 只用了一半的时间 便能够通过第一层 拿到十颗星 不怪唐君把此人夸得天上有地下无啊 呵呵呵呵 怎么 自卑了 仿佛听到陆臣的念叨 奇境老人出声道 修真剑 六道先诀 各有千秋 轮到肉身修为 当已妖魔二族最强 服宗次之 道鬼两脉最弱 仙者则是上一层面的事 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九善进去的时间 应该是已经到了分神中期的境界 敌面的重力对他来说 威胁不大 五十年算是较快 不能算很快 哦 陆臣对方君塔不了解 轻轻低音了一声 问道 前辈 方君塔的重力划分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给你讲讲吧 奇境老人说道 方君塔从第一层 是给出窍棋高手准备的 但由于危险性太大 而且只有一次进入机会 还没有好的法体 所以一般不会有人在这个阶段冒险进入 第二层的进入门槛则是分神初期 同样也是九死一生 但不经过第一层 就没有机会进入 所以 无论是谁都要经历这个阶段 至于第三层 那就恐怖了 合体出击进去 基本上连动都动不了 需要很长的适应时间才行 现在跟你说很难理解 进去就知道 不过 奇境老人说完 将玄光静对准九善公子道 此人用了五十年的时间 虽然不算很快 但从他出来时候游刃有余的情况来看 应该是不费什么力 当得上天才的称号 虽然老人讲解的不算很详细 但陆臣还是能够摸索出个大概来 与此同时 他也忍不住想要进去实验一下自己的能力 这时候 九善应该去通天阁大殿中 换取第二层入口的通心预检 然而 他并没有动 而是侧部站立几丈以外 淡笑的盯着那扇大门 正当这时 吼 两声刺耳的嗡鸣 骤然响彻 所有人皆是发现 从第一层入口的大门处 从容的走出两人 其中一人黑袍国体 身材矮小 好似顽童 他的样貌也跟顽童相像 周身上下阴森的贵气 横派到了极点 仿佛有着一只只冤魂痛苦的表情 印在他的身上似的 叫人看却 不寒而栗 另外一人 则是土黄色的僧袍 手中拖着一盏金光四射的小小金碗 光秃秃的头顶 九个亮白的借点香疤 格外吸引人的眼球 与他身边的顽童相似的地方是 此人年纪也不大 单手竖起之际 全身被刚锋环绕 此一名德道高僧 最让陆臣难以置信的是 此人的眉心 似有一竖起的疤痕 仿佛第三只眼睛 二人同时走出大门的瞬间 整个方钧塔的周围 顿时被雷动九天的轰鸣声 笼罩了起来 哎呀鬼童子 六眼金童 群起的呼声 再度灌绝全场 此一刻 妖 鬼 佛 三宗天才人物 全部出现 恐怖的是 三人的修为 同时达到了分神中期大圆满 又都是五十年时间完成通关 像是商量好了的一样 四周的议论声 嗡嗡不绝 声势浩大 各种各样的猜想 不断的响起 你们说 他们三个谁更厉害一些 当然是九上公子了 没看见他先出来的吗 一人说道 另一人却是鄙夷的撇了撇嘴道 当然不是了 六眼金童可是晚了半年才进去的 他才是方钧塔有史以来的第一天才 哦 我看不对吧 鬼童子跟六眼金童的出入时间差不多 想必两人应该是并驾齐驱吧 陆尘一直察言观色 听着周围的热议 他认为还不如看看三人的表情 来得真切一些 活不其然 鬼童子和六眼金童出来以后 酒扇便赢了过去 三人一打照面 先行行礼 接着 酒扇却是说道 二位 黑灵还没出来 鬼童子精致的小脸微微一抖 耸了耸双肩道 没有 还在里面 不过也快了 呵呵呵 所提之事并攀比 而是问起了黑灵郡主的事 叫周围人等不由一愣 人群中有人听完 惊呼一声道 哎呀 对了 黑灵郡主是最后一个进去的 好像还比六眼鬼童都晚了三日 哦 听说黑灵郡主的实力 是武宗内最厉害的天才 比九上 鬼童 六眼都要强上不少呢 那就要看他能不能出来了 呵呵呵 对 众人不禁开始期盼的看向路口处 啊 说来也怪 哎,一大群人站在原地,就在那里等着,九扇三人也没有去换玉剪,静坐调膝,陆尘左右无视,跟着等了起来。 渐渐的,三天就这么过去了,入口的地方一直没有反应,不少人失望的摇了摇头,纷纷退去,剩下的人不足三日前的一半。 当陆尘等得极其无聊,打算离开的时候,忽然那扇大门发出了一声轰响,周围人海又自涌来,自门内,一道亮丽的黑影,徐徐踏出。 是黑灵郡主,他出来了。 呼了一声,人群显得异常的兴奋,纷纷朝着黑影望去。 金光包裹下的黑影徐徐走出,顷刻间,所有人的眼球被这黑影吸引了过去。 走出的女生,花生单脸,眉弯杨柳,双眸水碱,口若单珠,三千青丝如云四铺,举手投足,威夷双肩。 一套紧身黑色的镜妆,将其妆表得如此完美,这种近乎世间最匀称的身材,让人看上一眼,便永远无法忘记。 仅是刹那间的凝视,陆尘犹如石化完全呆滞。 与此同时,其手腕处惊年不会摘下九珠手链涌出一缕浓郁的黑雾。 丫头,是丫头。 陆尘心里呼喊着,神色无比激动。 没想到,丫头就是黑零郡主。 小子,这一趟没白来吧。 十海中,奇境老人不合时宜的笑声响起,陆尘端得是有种感激不尽的念头。 黑零郡主,不会吧,分身后级高手。 哇,整个现场犹如被投下了一枚炸弹,轰然混乱了起来。 分身后级了,好可怕的修炼天赋。 传说黑零郡主的修炼时间比九珊三人还要短,居然先他们一步达到了分身后级的境界。 好可怕呀。 怪不得一直没出来,原来是在里面寻求突破,无怪乎九珊他们三人。 好可怕呀。 好可怕呀。